修改特权矿业法 聚当财团提款机 立委和民间团体共同呼吁 具有霸王条款的矿业法 应全面检讨修正 环保首长林议员 5月25号提出将停止雅尼 在泰鲁阁国家公园的采矿权 不过国家范围外 还有许多公勤的矿区 环保团体表示 目前矿业权展延的申请 是原则许可例外否准 即便主管机关因为申请者条件不符 而不会申请 行政机关还必须对业者 所产生的损失进行补偿 环保团体诉求 删除矿业法第31条 这项霸王条款 31条那个状况就是说 我今天我租你一栋三层楼的房子 你把我三楼干掉 二楼干掉 一楼干掉 你还给我超挖个一楼 那我不租的话 我被拆掉的三层楼房子 没有人赔偿我 我被破坏掉的地基 没有人赔偿我 我们国家还要去补偿它 这是天理合在 它可以不断的展现 然后完全不顾当地人民的意愿 还有他们的心声 或者是说 现在的环境 是不是还能承受这样子的开发 他们是不是生活在危险当中 把这些极度不合理的条款 尽快的删除 然后让其他机关 他们的应该有的作为 能够重新的来发挥作用 另外另一位搞路易又也提出 由于矿产开发范围 大多涉及族人的传统领域 他举例花莲万荣乡的 芝亚干部落 传统领域范围内 就含有高达十六个矿权 希望透过修法 保障主人生命财产安全 并落实原基法 第二十一条精神 原住民族的自商取得 原住民族部落 同意的参与办法 也在今年的一月公布施行 这个矿业权的核准 以及展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到底有没有去遵循 我们原基法二十一条的规定 按照原基法第二十一条 原住民族部落 对于传统领域内 私人从事土地开发 资源利用等 都应咨询并取得原住民族 或部落同意参与 对此 矿物局表示在修法之前 只能就召开工厅会的形式 让双方充分沟通 表达立场 那我会希望说 在矿业法还没修法之前 或是主管机关 还没定位之前 我们会请业者 来办理工厅会 然后请各个部落来参与 表示他们的意见 我们站在协调的话 我们还是会请他们继续沟通 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会核定矿权的 矿业法中不透明的审查程序 欠缺政策还评监督 环团认为主管机关矿物局 已经沦为矿权展现的橡皮图章 诉求应立即启动 矿业政策还评 并落实原基法第二十一条 资商同意权 避免财团规避破坏环境 和人民财产安全的责任 记者要不必要立法院采访报道